在前面保罗以劝勉基督徒的生活 他往往是根据过去 前面的经文是劝勉基督徒根据过去看现在 十二章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这里面谈到了就是根据前面 上帝在基督里如何施恩拯救我们 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死 如何为我们活所做成的这个事实为根据 所以就谈到了我们如今应该怎样生活 所以前半部分是根据谈到 我们根据过去来看现在的生活 那紧接着呢我们看到本文当中 又谈到了经文的这种转变的观点 而是根据将来看现在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本文里面说到有这样的 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自然的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直说的语气 在希腊文里面有这个语气 就说话的时候用中文来讲的话就陈述句 他陈述一个事实 他不带着任何态度 只用直说的语气呢 保罗提醒我们时候的性质 然后第二呢就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我们叫虚拟语气或者说或者命令语气 他呼召我们要根据这个时候采取行动 那十一节到十二节上半节就说到这个时候的性质 然后十二节下半节到十四节就谈到 我们应该根据这个时候应该采取的行动 所以我们说前半部分谈到了这个是根据基督的死和复活 我们应该讲生活 第二部分现在他谈到了根据时候 或者是将来的时候 然后看我们现在的生活 那这种架构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特别是在新约里面就强调了那个已然和未然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已经成就的但是还尚未完全实现的 所以基督徒就处在这种光景当中 决定了基督徒的生活状态和态度 那在这里面说到了白昼将近再有你们要知道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到这个 当然这个里面解释的时候可能是有好多的解释方法 但学者们一般的认为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或者是都理所当然知道的 你们要知道或者说你们已经都知道 就是说现在是什么什么时候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时间的概念了吧 保罗说话的这个时候 保罗说话的这个时候和他们得救的时候之间存在这个时间的差 你们应该知道现在的时候 而现在是什么比曾经刚信的时候 出信的那个时候更近了 和另一个第三个时间比较的话 我现在所处的时候和我刚信的时候比较的话 和将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比的话 现在比刚信的时候更近了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很重要的一个单词就是时候 你们一定要知道 然后面就谈到了 所以应该出去暗昧的行为 就出现了三个命令的语气 三个命令的语气 里面谈到了什么呢 就是脱去和穿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行事为人要怎么怎么样 不要怎么怎么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穿上主耶稣基督 然后不要为肉体安排 这三个命令语气 前面谈到了很重要的时刻的问题 时候的问题 所以要现在如何如何 三个命令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面时候的时候 保罗用了两套 一个是白昼 一个是黑夜 白昼已生 黑夜已生 白昼将近 后面又谈到了 你们行事为人像 应该像白昼啊 就在这里面提到了白昼黑夜 那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 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哈 那个近东的 特别是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所谓的现代的电力 用电灯照明 所以呢 那个日头 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哈 人们一般说日出而起 日出而耕 然后日落而而气哈 休息等等 所以呢 再加上那个 巴勒 近东地区呢 特别是 这个白天太阳很晒哈 昼夜温差很大 所以他们一般是趁着烈日出现之前 尽量把这个农活或者其他的事情该做完做完 等最热的时候中间休息哈 那我曾经去过这个西宁包括甘肃有些地方 可能新疆也是这样哈 他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特别山西 这个什么内蒙地区 他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一般是午饭之后到两点或者三点之间睡觉 必须在睡觉 为什么必须睡觉 那个时候非常热 不适合人出来工作哈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最热的时间休息 然后睡一觉正好三点钟稍微凉快一点 他们再去工作 所以这种 虽然以色列地区比这个 我们中国的所谓的新疆或者新藏 这个可能气候更热哈 所以他们有这个习惯 因此呢 这个白昼呢 就是应该工作的 这个工作的时间 黑夜就是应该休息的时间哈 所以那些引擎的人 一般都是太阳一出来 或者是这个蒙蒙亮的时候 所以就赶紧起来干 趁着凉快的时候工作 然后等热的时候就休息嘛 一般勤劳的这样 所以懒惰的人是日头出来了 还在睡醒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时间的概念 白昼是黑夜 耶稣也讲到了工作的时候要趁着白昼 黑夜来到了就不适合做工了哈 这是一个时间的紧迫性的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 然后再有就是保罗也常常将这白昼和黑夜 作为比较的同时用说到这个引擎的概念 不可什么 这里面说从梦中醒来 什么叫从梦中醒来 这个不光是指一般的睡觉的概念哈 他用这个是暗喻来指寓意指那个醒醒的概念哈 因为他把黑夜和白昼是指现在的时期 黑夜和白昼这个时期哈 所以他谈到的这个时期的问题 和基督徒现在生活状态的问题 作为比较就不只是谈到日常的什么工作睡觉的问题 所以他这里面从梦中醒来 所以他这里面从梦中醒来是指警醒哈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得救 我们出信的时候 现在比那个时候更近了哈 一种紧迫的 等待着另一个时间临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醒醒的意思哈 那透过新约里面 我们看到因为基督徒虽然是因神的恩典而 转入了那种义和生命的新的领域 基督的死和复活 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进入义和生命的领域 但是我们仍然在等候那个完全和最后的救恩 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九指十节里面说到 那个最后的那个救恩 就是身体的得数八章二十三节哈 所以可见现在他讲话的时候 虽然已经进入到生命和义的里面 但是还没距离那个完全的救恩 还未临到 那个身体的得数还未到 所以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现在应该醒着的时候 应该警醒的时候 所以现在是应该警醒的时候 应该睡醒的时候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 黑夜已深 白昼将要来临 黑夜已深 白昼将临近 这样的一个时期应该保持警醒 黑夜就暗示着现在的 仍然处在堕落的世代 等将来基督再临的时候 这个世代将被彻底的毁灭或者更新 然后进入到新的这个救恩的成全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前瞻的将来要完成的 将将要发生在的那个事情 看到那个盼望的时候 讲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将来有一天 就像保罗所说的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到 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最终基督再临的时候 完全恢复他在我们身上的神儿子的样式 到那日来临之前 我们要保持这个醒着的状态 基督徒不仅要成为我们所示的 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所成为的什么光明的子女 什么神的儿女 不属世界 什么新造的人 我们所示的 还要成为我们有朝一日将要所示的 将来有一天我们得着 虽然现在得着儿子的名分 我们之前也解释过 儿子的名分是指成熟到 可以承受产业的时候才赐的 虽然信的时候给我们名分 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 所以等将来复活的时候 才是承受产业的时候 现在是应许了 还不到承受产业的时候 虽然在法律上应许 已经具有实际拥有这种意义 但是到我们实际得到享受 这还有个时间的差距 所以成为我们有朝一日将士的那一位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状态当中 带着这种盼望 等着将来基督再临时候 要给我们的那个完全的救恩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就是用将来的 根据将来 我们将来要承受的那个产业 我们将来要得到那个完全的救恩 去离那个时候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新约里面谈到这个时候 是指主的日子 在旧约里面是谈到主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个代表着审判 然后新约里面说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等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那个日子不同于他第一次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而是指到最终还有一个 他在临要带来的那个终极的 成就的完全救恩的那个日子 所以基督徒盼望那个日子到来 那个有很多的词语去形容他 比如说羔羊的婚宴 迎娶我们的日子 得着儿子名分的日子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根据现在 根据那个将来的那个主的应许 将要来到那个时间 来决定我们现在的生活 一方面我们根据过去 基督为我们死复活了 所以我们应当 既然领受了这样的恩典 我们就行事为人 应该与蒙装的恩相衬 另一方面还有个 更紧张的一个概念就是 那个日子要临近了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警醒 保持醒着 保持警觉 现在是处在黑暗 但是那个光明白昼已经临近了 所以就在这种张力的时候 像农民保持警醒 等日出就出去工作一样 睡醒该醒着的时候了 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 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状态 那么睡醒 我们说的是保持警醒啊 为什么要睡醒呢 保持警醒呢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现在是应该醒着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讲呢 睡觉意味着不警醒 那不警醒就意味着与 黑暗或者说 这个抵挡神的这个价值系统 抵挡神的这个世俗 风俗 就像保罗所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反之呢 就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有看到 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是今天的基督徒 活在这个世上 他们等候着那个 完全的救恩成就之前 要保持警醒 那这个教导呢 和主耶稣基督临终前 离世之前的最后的教导 是一致的 在马太福音里面 23章 特别是24章 24章是讲到 耶稣临终之前的最后的教导 提到了很多 你们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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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要预备 什么挪亚的日子如何呀 什么童女的比喻啊 十个童女对不对 聪明欲拙的比喻啊 包括这个2425嘛 就是联系在一起来 24强调这个将来的事情 结束的时候要警醒 要预备 然后25章又开始童女 然后按财卡受托 后来是山羊绵羊的 这个审判 其实都和最后将要来临的日子 和末后要发生的事情 之间联系起来 告诉他们现在要警醒 要预备的概念啊 所以什么叫信耶稣 信耶稣不只是把耶稣 当成老佛爷供着 信耶稣不只是把耶稣 当我我的一个年轻的偶像 拜着 我心里爱慕他等等 信耶稣也不只是 为了什么罪得赦免 他保证我将来进天国 信耶稣是一个立体的 是涉及到整个人的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要想理解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要理解亚当堕落是怎么回事 亚当堕落不只是犯了个错误而已 如果只是个错 揪掉那个错误就可以了 他犯的错涂抹掉 他该受的刑罚 耶稣替他满足了 然后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与上帝和好就OK了 不仅如此 他摘果子吃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堕落 亚当本来是应该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本来是应该以上帝为中心去思考 以上帝为他最高的价值和判断的这种人 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亚当取名的动物 如果只是动物的 满足性欲的时候 发情的时候就找配偶繁殖后代就OK了 如果动物的话 只要吃瓜果梨桃 砸草或者是其他牲畜就可以了 满足肚腐的动物本能的一些需要就可以了 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是赐予人 他的行星样式 人是两族直立 那你说两族直立有什么了不起的 鸡也是两条腿直立 是不是 有很多两条腿的动物不是吃人嘛 但是人是有思维的 有思想的 而且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 不只是满足这个恶就吃饱的问题 或者是某种精神层面的问题 人一定要追求意义 一个人为什么会幸福 只是满足物质或者是外在需要 他就会幸福吗 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大家如今也活到30 平均年龄都30岁以上 活到30年的 在地球上有30年阅历的人都知道 有的时候不一定 这个身体健康 或者是什么都不缺 就会很开心 你一定要寻求 比起这些所谓的我们 被这个马克思那一套理论所 所谓的生存的基本资料满足 就会幸福吗 不 一定要追求意义 我们也追求 我到底活着 为什么活着 当你满足这些的时候 你发现还不开心 你就发现 你要追求你的价值什么 我为什么活着 我活在这个世上 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意义 我存在本身 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意义的话 我才觉得 我有价值 对不对 不管是我活着而已 我们活着需要很多资源的 比如说什么婚姻 配偶 朋友 友谊 亲情 物质 健康 包括精神层面 上帝造我们 这个人 是有属灵的存在 又有物质性的存在 所以他给我们预备的资源 也是多方面的 因此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个物质上的需求 虽然物质的需求是人活着非常必须的 但是只有物质的目的 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的话 我们根据圣经里面 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赋予的那个秩序来看的话 人活着绝对不是只是追求物质 虽然我们物质贫乏的是我们要努力改善生活 但是追求物质的风域绝对不是人活着的终极目的 不然的话亚当随着自己的心意 其实亚当不愁吃不愁喝 对不对 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些给他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 也没有什么游戏机 也不用上网 也不要攀比到底大家住什么公寓 开什么豪车 大家不必要比较什么 带什么金戒指钻石 因为核钩子里面 那伊甸园的核钩里面都是黄金珠宝宝石 对不对 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没有那么多物质 大家都一样 虽然那个人口不是很多 堕落之后人开始越来越复杂 然后人开始在物质世界里面 把原本地上的那些稀有的石头 那些玻璃或者那些金属 就赋予了一些人和那些物质产生关系的一些地位 象征着地位和权贵财富的一些东西 这种价值是人自己搞出来的 在上帝眼中你说宝石和金字有什么差别 都一样 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物质 人赋予它 然后把它跟自己的身份联系起来 象征着自己的身份财富等等 然后变成物质的流通 它就赋予了某种价值 将来在天国里面 我们好像天堂 虽然用这种黄金 金金 宝石去形容天堂 但天堂绝对不是用那些东西构成的 只不过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 意象当中看见那么光彩 那么荣耀的那样的新天新地 那样的天上的影像的时候 他用地上最灿烂 最宝贵的物质去形容而已 当将来有一天地都铺成金金的金砖的话 金金就像土壤一样 那金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稀有才有价值 到天上的时候 如果墙都是弃着宝石的话 你一开始可能感叹 后来你就发现没有什么感叹 就像土一样 你家门口摆的都是荷卵石 是吧 地上都铺的那样的转 更何况进入天上的人的心智被改变之后 人不会再恋慕那种把被造物赋予出绝对的价值 或者是自己与被造物某种金属某种矿物质 然后联系到一起来象征自己的财富 人不会有那种想法了 更何况里面最高的价值是上帝自己 所以人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 在那荣耀里面 其他的东西都进入不饶人的眼帘里了 因此在将来的世界里面 物质是没有意义的 在地上 我们彼此攀比的时候 你拥有什么样的物质 什么样的宝石 多少克拉的 什么精精纯度 因为它是一种财富象征 我们在堕落的价值观里 堕落的社会秩序里面 在现在的状态当中那些有意义 但是在原初创造和将来最终成就论里面 这些都没有意义 因此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包含着 人活着绝不是由我们拥有什么物质来决定的 幸福 你的价值不是由于你出的图而决定 你的价值也不是由你吃的那个果子 善恶果树的果子来决定你的命运 或者是你的价值 亚当是有这样的错觉 以为在上帝之外 寻求那个果子上所赋予的意义的时候 他可能会变得更好 更幸福 这是他的错觉 所以救赎不只是来恢复 来弥补亚当闯的一个祸而已 包括亚当闯祸当时所拥有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 所有我们堕落的人 所谓的大家说你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 那我们顶多是明目上的基督徒 我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骨子里面还是亚当堕落时 要伸手吃那颗山羊果树的那个价值 那个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至少你要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在地上主在来之前 还要努力工作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积攒财富 要去 但是这是暂时的手段 过程 它不是你终极在地上的目的 上帝不缺钱 它不需要我们去努力赚钱 为它积攒财富 因为一切都是神的 但是作为我们个体 它用基督的宝血流了 买熟我们 让我们回到它面前 不只是将来确保我们进天国 而是要恢复 我们应该在地上 如何带着它所期待的 那个价值秩序去生活 亚当失败是失败在 不只是那个行为上 而是他的思考 他的价值本身就错了 他以为吃了那个上药果树 当然这是夏娃儿的想法 亚当没有给他太多描述 他的心理反应 但是他吃意味着 他认同了那种思想 认同了那种价值 以为从被造物 某个果子上 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或者是提升自我成就 但是那是他的错误 离弃神之后 他原有的都失去了 他所期待的那个也没有追求到 这就是给我们所有人类上了一个课 我们离弃神 为自己造个破落不能成水的池子 我们以为那是生命 但是实际上那是死亡 所以在这种框架下 耶稣基督来不只是要恢复我们 罪的问题污染的问题 下地狱的问题 还要恢复我们 内心当中的价值秩序 我为什么活 我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去活 这样的次序 所以大家每一天 每一个主日要来教会 除了礼拜神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里面的旧的这种浑浊 污染的这种思想 包括我们所接仇的 与我们完全相反的那些价值 不断地影响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停下来 按照神所要求的礼拜 去聆听神的话 让神的话继续引导我们 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一致 这样重新调整我们的思想 进入到这个世界 那你说这样想法在世界上怎么活 这就是一种朝圣的之旅 一种修行的一个过程 如何带着神的话语 进入到世界当中 以这种话语指导去生活 时时刻刻默想着 基督将来最终的那个成就 想到今天我们所在的 就像彼得书里面 彼得所说的 我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不忘记我们最终的本相 要回到的那个地方 是基督再临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新天和新地 不是这个世界 这一切都要被更新 如果忘记这一点的话 那大家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其实信耶稣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礼拜天大家平时周中工作 现在人生活压力多大 虽然在韩国压力可能比 比这个中国轻一点 即便如此压力也挺大 对不对 这个上班的 工作的 上学的 其实人活着有很多压力 为什么礼拜天 我们可以更轻松的 放松一下的时间 却跑到一个叫做 礼拜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和一些人聚在一起 要听另一个人在那 唠叨一个小时 还要唱一些歌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就是一种征战 本文里面说到了几个黑暗和白昼 因为那个黑暗和白昼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脱气要穿上 因为这个黑暗和白昼的缘故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 不可什么什么 因为这黑暗和白昼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穿上主耶稣基督 而不为肉体安排 那这个和我们所有非基督的世界的价值 是冲突的 和大家每一天所接触的想法是冲突的 所以基督徒就活在这种夹缝当中 矛盾当中 两种领域 两种想法 两种世界观 一方面我们来教会礼拜 要不断的听这个牧师的这个POA 牧师就是站在这个 我是用这个不太好的词语去形容 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这种方式 牧师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说服大家 要回归圣经 按照圣经想法 然后大家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世界又像你说 世界就是这样 现实就这样 你又不是活在真空当中 你应该这样思想 跟大家一样去生活 一样去想法 基督徒就活在这种张力当中 我们现在还没活到 主已经临到 在临的那个完全光明的时候 我们现在处在黑暗当中 围绕着我们的都是这个现实 用保罗的话和今世 这个世代 不是将来那个世代的 上帝把我们从旧的世代 带领到新的世代 这个领域身份是变了 但是我们现今活的一个世代 还是新旧交替的这个世代 黑月已经生了白昼将近 在这个交界的里面 在这个张力里面 所以我们面临着就是两种人 两种观念在说服我们 所以要保持警醒 不要被骗 如果是今世 没有基督的在里 没有什么将来新天新地 如果今世是一切的话 人一死百了的话 那大家努力去 就像希腊这些 这个哲学家们所说的 诗人们所说的 那我们就吃喝快乐吧 反正明天就死了 死后一死百了嘛 所有的价值只是趁着今天 这个短暂的时间 尽可能的拥有物质 尽可能的享受快乐就好了 但问题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已经读了圣经 上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 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 是从原初的创造堕落之后 将来要最终 透过最后的审判 要终结现在堕落的这个历史 要开启个新的历史 那我们基督徒 如何面对那个时间呢 如果我们是非基督徒 说什么我们都不信 圣经所说的 圣经说的是圣经说的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 那样的话 大家就坦然地去生活就好了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我们基督徒又是 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过去一切都照着神的话 这么成就了 将来也必然照着神的话 照着这位创造 引导管理人类历史 最终审判历史 终结人类历史 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那位上帝所说的 去成就的话 那他已经告诉我们 那个事情一定会来到 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 对不对 用旧约的概念 就像我们周五所谈的诗篇 旧约的概念就是智慧 新约里这个智慧变成了人 道成了肉身 旧约里面智慧是人格性 像真言书里面 智慧站在高处湖海 智慧发生 那新约里面 耶稣基督成为这位 人格化的智慧 他将他的道赐给我们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他所传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活出一种 至少我们知道了一种 和世界所宣传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应该是 活在这种智慧当中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时刻思想 神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就变得软弱 我们对主的话越来越不确信 越来越冷淡 反而对这个世界 我们感官所告诉我们的信息 更强烈 更能说服我们 然后我们就按着这种说服 我们去活在 我们认为眼见看得着的 真实去生活的时候 结果将来基督再临的时候 我们发现 就像诗篇里所说的 醒来的人如何看待梦呢 结果我们认为 我们所看到的梦是真实的 结果最终我们追求的一生 都是追求日光之下 那个必朽快的 是短暂的 是至轻的 结果我们的人生就投资在 那个短暂的那个职业上 而不是投资在真正的生命和 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 所以无论是从救恩论 还是从人论 还是从这个末世论讲 基督徒的伦理 都是因为神的这个计划 让我们处在这个张力当中 活出智慧的选择 所以一方面我们还在肉身之中 我们要努力去生活 但是心里要不要忘记 基督来的那个日子 让我们好好为此 为之这个日子做准备 如何保持警醒 而不是睡觉 虽然是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所以现在应该是醒着 保持警醒 这个警醒不是我们身体 是不是睡着 还是醒着状态 是保持灵性的警觉 军事用语 一个卫兵站在望台上 这个港楼上 拿着枪 随时观望这个周边的这个动静 是不是有敌人的入侵或者危险 保持高度警醒 我们灵力也应该保持 这种警醒的状态 时刻查看自己的信仰状态 软弱 大家都软弱 牧师也软弱 不完全 大家都不完全 牧师也不完全 但是问题是 大家同样保持一个警醒 时刻神的话 敲打我们 提醒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保持警醒 不忘记 我是客旅 这个地上是暂时的 不是全部 所以我不应该把我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想法 只是局限在 今世 这种平衡的生活 大家要努力 但是上帝又把我们 放在这个暂时的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 没有马上信了主 直接替我们上天国 然后我们就 吸了地上一切劳苦 没有 那还在地上 去侍奉上帝 作为人 上帝摆设的 作为女人 作为男人 作为儿女 作为丈夫 父母 作为学生 作为职员 作为老板 作为各方面 各体户也好 什么等等 我们在那个角色上 一方面有什么 福音的使命 另一方面 作为我们 人存在本身 如何去实践主的话 从个人的 救恩论的角度 上帝让我们在地上 经历诸多的患难 为了磨练我们 直到万事互相消灵 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式 所以 虽然重生了 但还不完全 就在地上让我们经过各种苦难 塑造我们 然后除去我们的渣子 修监我们的毛病 让我们更加完全 所以从就个人的 成圣 救恩的角度 从福音的扩张 神的国度扩张 这个无论是从 范围的扩张 还是深度的扩张 范围的扩张是 透过你 和每个个体教会 让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更多民族 这个范围性的扩张 深度的扩张 是在我们里面深化 让神更多的掌权 在我里面 更多的领域 我顺服神的话 被圣灵掌管 然后我拒绝肉体的败坏 情欲私欲 罪恶的欲望 这样的话 我里面更多的神的国 掌权 深化在我里面 所以上帝没有 马上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有很多的痛苦 就是因为活在这种张力当中 一方面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全部 另一方面我们又盼望那个 但是这个盼望又常常模糊 有的时候忘记 有的时候淡化 虽然我知道基督 我主信不一相信基督在里 带给我最好的救恩 但是有的时候 我因为这个肉体的欲望 使我感受到世界的那个吸引 世界的美好更强烈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 时常每一次定期来到 无论是周三 还是周五 还是主日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时常彼此劝勉 然后默想神的话 让我们的心思重新被调整 保持警觉 原来我的人生 目前所追求的不是全部 千万不要让我荒废我的人生 如何利用今世 追求那个不朽坏的 追求神的心意 追求讨神喜悦 追求顺从神 追求那个真正的价值和义 所以有今世 暂时的本分 和在这个暂时的本分当中 为这永恒的使命和价值去生活 这是基督徒双重的身份 虽然在福音里是义 但是如果按照维度来区分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地上暂时的 这个身份和角色 使命要忠心去做 另一方面还要意识到 随时要离开基督 这个客旅寄居的那种态度 所以保罗实际上在这里讲到 就是这个问题 正因为我们处在这个 已然已经进入到新的领域 成为新的身份 但是还未然 还未成全 还没完全临到 那为着这个做准备 要保持警醒 免得我们像十二章一开始所说的 被这个世界同化 就效法追随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身份上是神的儿民 但是我们却活着 跟这个世界一样的价值的话 这样就亏损就大了 所以我们具体来看 在这里面提到了三个 正因为这种时候的这种重要性 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时候 保罗提出三个命令 脱去 第一个命令是十二节 下半节 脱去和穿上 脱去什么呢 说脱去那暗昧的行为 穿上光明的兵器 这里面又形成了对比 不只是黑夜和白昼的对比 还有就是暗昧的行为和光明 暗昧和光明 暗昧的行为和光明的兵器 那这种对比好像行为和兵器不对称呢 那这种兵器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特别是语服所书里面 谈到了那种争战的概念 不只要脱离这种暧昧的行为 还要像这军人一样 与这些行为争战 如果不争战 实际上很难活出这种光明 在我们里面 内心世界其实就一个最大的战场 对不对 仔细留意一下 那种张力 一方面是上帝透过这些话 告诉我们的那些 那个饼 上帝跟我画的饼 那个理想 那个盼望 那个应许 还有现实世界给我们看见的 眼见的 感受得到的 直接目睹到的 那个饼 我们所追求的 那个理想的世界 和上帝透过的话 应许 只能凭着信心 看见的那个饼 按感召力的话 说实话 眼见的 摸得着 看得着的 现在就能够享受到的 更真实 对不对 但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 那是将来的 那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唯一借着信 能够知道它是真实的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虽然有的时候 给我们那种确信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我能够信 它是真实的 但是这两种真实呢 往往感官的 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更深刻 所以基督徒困难 就困难在这 我们知道那个是真实的 但是现实给我们 带来的这种感受 冲击 刺激好像更强烈 于是我们就往往 受现实的影响 世界的影响 而不是属天的影响 如果是 自然而然 属天的影响强烈的话 其实基督徒就不需要 征战了 为什么 很自然的 一面倒的 压倒性的 完全被属天的思想 和盼望所抓住了 但是往往不是的 这两种力量 一会儿偏左 一会儿偏右 在这种挣扎当中 所以基督徒一会儿 哈利利亚赞美主 充满盼望 直到我们吃客里寄居的 因着属天的盼望 带着那个感恩 得胜 胜过世界 轻看世界 万事丢弃 万事看为粪土 是死亡 是死如归 但有的时候又 爱世界 然后对属天的那些 冷淡 然后圣灵一光照 又发现自己是这么软弱 又开始懊悔 自责等等 又回软归下神 就是在这样波动当中 是不是 所以一种被割裂的那种痛苦 保罗称之为取死的身体 所以他说 我真是苦啊 正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中间阶段 张力当中 所以加尔文牧师解释 那个圣守主日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 我们需要停下来 私下先把一些 从思想从一般的事物当中抽离出来 专注在默想神和属天 集中在他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真正的归属是神 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 礼拜神 侍奉神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 才是真实的 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所以让我们重新这个振作起来 然后他在礼拜当中 感受到神的那个恩典的真实性 然后圣徒之间彼此劝勉 牧师也PUA大家 虽然这个词是负面的 去说服大家 然后激励大家 挑战大家 甚至责备大家 让大家重新打起精神 重新把目光转回到 那个真实的 属天的那个盼望里面 然后重新又回到这个世界 然后周一保持惊醒 周二稍微这个疲惫 周三又开始聚会 然后周三周四等等 稍微软弱一点 周五又开始听到 哇又被提醒 然后周六 然后又周日 所以常常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软弱嘛 免得我们忘记 我们是瘾 我们不是瘸 瘸在地上 跑小虫子 找米粒 剥离 吃就可以了 瘾应该 这个斩翅翱翔 在高空当中 有高度 是不是 基督徒是属天的生命 圣经里面鹰是强调那种属灵的眼光 锐利 远见和高度 基督徒应该是鹰 不是今天 偶尔落在地上抓个食物 但是一定要飞在高空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容易忘嘛 所以 聚会要常常聚会 然后常常接受上帝的道德提醒 不然的话 我们就忘记我们真实所事 然后我们这种忘记自己身份的同时 我们就忘记自己是鹰 结果钻到鸡群里 就跟鸡一块打斗 为了那些属于金事的去争斗 结果忽略了自己属天的追求和真正的那种状态 所以基督教绝对的是现实主义 这个现实不是我们眼见的现实 是基督教告诉我们人生真的事实是什么 这个世界只告诉我们一半的事实 是涉及到我们能感知到的 我们能够摸得着的 这是一半的事实 但是上帝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 物质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全部 如果没有堕落 这个地上就是天国 上帝和我们永远同居 我们尽情地可以享受 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物质和精神的恩典 如果没有罪的话 大家也不会堕落 但问题是堕落了 这个世界要重新被更新 因此就出现了这个新旧交替这个过程 我们就成了客旅寄居的 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之前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出选择 向魔鬼说no 向耶稣说yes 向我自己的思域说no 向圣灵说yes 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不断地选择和挣扎 这是现实 这是真正的现实 基督教绝对不是洗脑 骗我们放弃 像佛教似的 万物皆空 调整自己的心态 你所看见的都是由你的 你的意识决定的 放弃执念 无常 无我等等 所以它是自我催眠 一种如何劝自己 所谓的看破看透 实际上都是让自己断铃舍 从你的意念当中 观念当中就开始 与所看到的现象界分离 所谓的一种超脱超越 实际上是必是顿俗 眼不见心不惨 不是不是不是 一切看的都是假的 基督教不是这种概念 基督教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今世所有的物质 财富等等 包括上帝所创造的 一切都是真实的 对于我们肉体来说 我们真的需要这些 它的诱惑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愿意 放弃的原因 是我们清楚知道 这个事情的全面的知识 和我们要追求的 真正的价值 所以这是明智的抉择 上帝帮我们 做了这样智慧的判断 上帝的恩典和圣灵帮助我们 能够做出这样的缺舍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 是建立在真挚 而不是逃避 自我欺骗的 自己看见 然后去用另一种诠释 去模糊化我所看到的 现实世界 然后让自己 好像不受它影响 从心理上至少 认知上心理上 不受影响 我们是清楚知道 然后我去做出 明智的抉择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的书信里面 特别强调了这种 已然未然 这种过程当中 如何不让我们迷失 保持警醒 他这段本文里面 暗昧的行为 后面也说到 很多具体的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说的 光明的兵器 那种世俗的 第一的道德生活 如果是暗昧的行为的话 那种追求被神的主管 活出光明的生活 他用兵器是想 是说到我们这种生活 就像一种征战一样 需要有这种战斗的意识 去对待那种 不符合神的那种 世界观和伦理 或者是观念 好像在白昼 所以这里面说到 十四节说 批带主耶稣基督 一般说是批带一袍 主耶稣基督是人格 怎么能批带呢 他是用了一个初代教会 对基督徒实际生活教导当中 常常用这种隐喻 就是批带 或者说穿上 基督徒应该穿上 基督徒的美德 好像穿上新的衣服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 那这种美德 是所有信主知识 就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 获得了新的生命 新的种子 虽然我们里面还有旧的本性 但是要不断顺从这个新的生命 顺从圣灵的引导 顺从神的恩典 然后穿上 这个新人就在知识上 认识真理的知识上 和恩典上 爱心上渐渐地增长 然后就越多地穿上 最终穿上像基督复活的样式 甚至加勒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保罗说 你们受许归入基督的时候 就已经批带基督了 与基督联合 穿戴基督 拥有基督的生命 所以他鼓励我们要批带基督 批带基督是我们里面内在的新生命的经历 但是要表现出来 然后批带基督相对应的就是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当然这里肉体的安排 不是单纯是指我们的身体 是那种堕落的情欲 不要去放纵那种私欲 后面行事为人要端正 像在白昼行走 就提到了几个三个不可 不可荒厌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纷争嫉妒 其实只是一个典型 当时罗马社会里面 罗马的基督徒 荒厌醉酒 这是很容易受到的是他 因为当时的 这个所谓的罗马帝国 他们大家看那些古剧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一些风流 一些层面 比如说他们喜欢斗兽场 那种艳乐 甚至好色 罗马的同性恋 不管是男女之间 同性恋的问题 包括喝酒的艳乐 然后追求那种纵欲的生活 那为什么又加上嫉妒 可能是指后面十四章 里面出现的内容 这个什么 因着吃蔬菜和吃肉的问题 他们有了这样的纷争和嫉妒 所以保罗在讲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的时候 其实也考虑到 当时罗马教会里面 出现的一些情况 所以在罗列诸多 罪恶的目录的时候 刻意地加上了一个 好像不太 这个和其他菜单目录 不太协调的 这个纷争在里面 嫉妒纷争等等 所以其实对当时的教会的 牧羊一样 所以总之呢 这种纷争 艳乐 醉酒 其实就和那种保持警醒 是相反的 那种光明的生活是相反的 反而是那种暧昧的 或者是属肉体的生活 基督徒的伦理 除了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 是基于基督的死和复活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生活 这样的基础之外 还有一个是盼望 因为那个日子要临近了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警醒 保持预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处在韩国 有的同学是这个留学生 有的弟兄姐妹是留学 留学的这个学习压力 打工等等 还有大家很多人是创业了 毕业了以后都自己找工作 打工也好 在公司里上班也好 创业也好 其实作为基督徒 活在这个世上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 我是竭力追求 整权的这种教导 就是说一方面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 不是马上去天国吗 所以在地上 当然要有工作 当然要有自己的那个位置 在社会上存在的位置 你起到光和眼 去让人得益处的位置 无论是你做什么工作 透过你的劳动 你的辛苦付出 给别人带来价值和益处 社会就这样存在的 另一方面 我们也需要一个 虎口的职业 当然这个虎口的职业 不完全是基督徒的 这种职业观 但是不能否认 工作本身也有这个虎口的 这个收入这个层面 所以大家需要工作 所以作为牧师筹的两方面 第一是看到这个 找不到工作的弟兄姐妹筹 主啊给他工作 安排工作 人活在地上 当然要有工作可做嘛 他才能好好的那个生存嘛 对不对 但另一方面看到 有工作的基督徒 因为工作远离神 又担心 主啊 让他好好工作 稳定的同时 让他别远离神 保持正常的警醒的状态 爱主追求主 因为工作本身 既是侍奉的港会 又是暂时的 所以工作不是我们全部 免得我们迷失了方向 好像这个世界 今生是全部 所以弟兄姊妹 一定要保持这种均衡的生活 一方面 我们要努力去生活 为了主 不管是为了 我们自己的虎口 和什么出事的问题 自己的这个 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什么等等 更重要的是 带着那种使命感 基督徒的人生 和非基督徒的人生 差别在哪 非基督徒就是 是努力去赚起财富 然后改善自己的生活 然后自己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活得更快乐一些 他们的目标不在 这个什么上帝的旨意 什么神的国 我是人 作为人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他们不会考虑这个 考虑的只是消费 和让自己开心而已 死了以后 他们根本不考虑 但是基督徒不这样 基督徒已经看见了 事实的另一半 我是上帝所造的 因此我的存在本身 一定和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 旨意是相关的 我的人生 不管是要努力 吃好喝好 有好的工作 受人尊敬 健康 长寿 成家立业 更重要的是 我这种人生 是不是在上帝 眼中看为好 看为美 看为善 我是不是实现了 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旨意计划 不然的话 如果这个宇宙的中心 只是我自己 一切都由我决定 我也决定我的命 我也决定我评价 我的人生的话 那你自己就 就按照你自己的心意 去活就行了 你的世界你做主 你的地盘你做主 对不对 但问题我们不是那种存在 我们这种存在 本身我存在是由别的 我自身之外所决定的 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 上帝让我活在某一个 以韩国人还是中国人 一个某个民族 在某个领域去生活存在 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有他的计划和旨意 因此平定 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 去平定我们自己的人生 不然的话 有一天我觉得我成功了 上帝说no 那个你就悲悲参赞的下印件 那个就是圣经旧约里面 说的是淤淤完人的人生 是不敬畏人的人生 或者是用新约里面 就是那些熟血气的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生 所以无论是在现场的 弟兄姊妹 还是在网上的 听这篇道的弟兄姊妹 你眼前当然有很多 焦头烂额要克服的问题 但是比起这些问题本身 你现在到底站在神的面前 现在处在什么光景当中 是完全自主迷失的方向 状态当中 还是时刻保持着警醒 主啊怜悯我 我虽然软弱 我虽然不足 求主帮助我 走上你所喜悦的那个正轨 我做生意也好 我打工也好 我的成家立业也好 我留学也好 你让我现在是活在那种 你所喜悦的状态里面 这样的话 即便我的人生可能没有什么宏图伟业 但是以诺 圣经里面提到好多人物 其中一个以诺 与神同行三百年 关于他的生平 只记载了生养儿女 没有像摩西亚出埃及记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记 行大神迹 只是说生儿养女 日常生活而已 但是圣经里面 第一个评定 这个活着被提的人 就是以诺 第二个是以利亚 对不对 耶稣是死复活被提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短短的一节经文 当然对他的评价极高 只不过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他所活的时代当中 在生养儿女 所谓的油米柴盐锅 洗漱日常当中 与神同行 顺从神的旨意 侍奉神 敬拜神 他在神的面前 就获得了这样的 象征着永生的 这样的认可 与神同行三百年 活着被提不见死 这是旧约里面 享受极大殊荣的 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人生 可能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 可能可以活出平淡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活出那种 在造物主看为好的人生 上帝第一天创造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每一次按照他旨意创造的 一切都照着他的旨意 存在的这样的事物 上帝看着是好的 最后造人的时候 看着甚好 那我们的人生 怎么被上帝看为好呢 圣经教导我们的 我们要带着对神的信心 对基督的爱心 去在这个充满了 看不见的硝烟的 争战的人生当中 去持守这些话去生活 让这种思想 这种世界观 这种意识 充满我们 主导我们 活在这个人生当中 上帝都在看 然后给我们平定 神看着是好的 这才是基督徒 应该活的智慧人生 活在世界 不属世界 却可以活出一种 超越世界的生活 所以大家要祷告 活在这个世界 不能光 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 因为现实确实需要挣扎 但是一定要为自己祷告 让自己有智慧 有力量 面对这种现实的冲击和挑战 黑 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所以我们要 该从睡梦中醒来 现在就是应该醒着的时候 保持清醒 具体的伦理生活 不需要太讲 但是这种伦理 为什么要生 活出这种伦理呢 是因为现在的时候很重要 愿神祝福大家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在现实这种残酷的 特别是疫情之后 人的生存 面临极大的挑战的时候 基督徒反而 因着信仰的缘故 反而更有这种力量 能够在这种挑战当中 仍然屹立不动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生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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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